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与来自投资与贸易学院的院长巴黎诺曼一起来进行本周金融市场预测 巴黎 您认为本周会有什么重要的事件 本周有什么新闻事件将对市场影响最大 另外 您对交易者有什么建议 本周将要公布一些来自中国的消息 包括通胀和零售销售水平的最新消息 另外 我们仍将能够看到上周事件对市场的财与影响 同时 本周还将发布美国零售销售数据 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提高交易者的盈利 另外一则重要的信息是美国石油股类数据 周末将会举行西西兰储备银行的例行会议 也将吸引感兴趣的交易者 中国已经确定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 根据李克强总理的讲话 该国今年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从中国近期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上 我们能够获得什么信息 目前大家都知道欧元区存在问题 事实上 世界三分之一的经济都处于衰退之中 当然 这也影响了中国的工业领域数据 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近期经济增长目标 如果欧洲新的计划还不能促进该地区经济复苏 那么对于中国 即使是7% 也是他们过于乐观的预测 最近我们还受到关于中国贸易顺差的更新 出口略有增加 但进口大幅减少 此外 本周还应该注意通胀水平 其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内部情况 另外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销售数据 因为这些数据将能够对纽元 以及澳大利亚经济产生影响 预计周三 新西兰储备银行将维持利率 在3.5%不变 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我们对于这样的货币政策应该有何期待 我认为银行行长所说的话 几乎和几个月之前的讲话内容一样 在一般情况下 新西兰的经济形势看起来相当的积极 但中国近期的经济数据可能会稍微有点灰暗 此外 引起人们关注的 可能是新西兰不断上涨的房价 看来央行将很快采取措施 规范按揭贷款投资房地产的金额 总的来说 我认为 央行行长表示 经济仍存在着低油价 和相对较低的通胀水平等一些问题 相反 他还指出 在所有发达国家 根据货币政策的指导方针 直到今年12月份 利率上调都不会发生 他们的目标利率是截止到2016年中期 为4.25% 我认为在会议举行期间 不会有任何变化 巴黎非常感谢您的一些分享 更多精彩尽在杜高斯贝典史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